黃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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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攻球他們現在還沒有攻下分數 黃宏瀚現在來到場上 這一個跳投得分 沒錯 那這也是一個大空檔 我覺得他自己應該會能夠 趕快去調整到自己一個外線的手感 那如果他能夠在外線把命中率提升 那羽豹來講會非常非常的可怕 黃宏瀚的外線沒有 克里斯進攻籃板球 競算 and one 這球打得非常精采 球風 剛才是黃宏瀚的犯規 克羅馬 終局也出手沒有 卡森斯搶到這個籃板 再給到克羅馬 空中的拉桿 沒進 阿馬西拿到球 快速的轉換 給到劉仁豪 外線 進 三分球現在特攻追平了 非常的大 而且兩人在這陣子的一個比賽當中 其實他們信心也是越打越好了 整個 整個已經融入到整個一個T1的一個職業賽場上的一個節奏跟強度了 這時候也讓克里斯在外圍有一些很好的空檔 那當然他也調整到自己的一個狀態 馬上把今天的命中率整個就提升了很多了 大家好 給到左側的艾德爾 這兩分競算 and one 是 方手上其實走的還算蠻成功 只是說二波的籃板上面 沒有鞏固好之後 讓高靜偉把握到這第二波的一個得分了 這邊兩分是克里斯打進 爆首節的三分球命中率 十一投六中 非常嚇人 32比19 雙方目前13分差 這球直接一箭穿地掉到籃子阿巴西 運用時間差 緩過對手之後兩分要到 艾德 hand out 給到衛家好了 艾德 往裡面走了 連對威廉斯的防守 他把他吃掉 小高 給到卡承子 補頂三分 拔起來第三個三分球 連中三圓啊 14分了 卡承子在第一節 最後巴承 Peter 特攻也把握住 很 現在在面中率不佳的一個狀態下面 應該要把握更多的一個籃板之後的 轉換攻擊的一個方式 不然再來打到半場真理戰的話 因為威廉斯跟卡承子在進區裡面作陣 很難去攻擊 就像現在這樣一樣 是特攻他們要重新反擊的一個機會 沒錯 他們要把握轉換快攻 對 黃正外圍沒有投進 那現在轉換過來他們依然跑得很快 為什麼要找到左側的謝亞軒 外線進 總算 是 這兩波都是透過一個轉換快攻的一個攻擊 這也是新北特攻他們所熟悉 而且所擅長的一個進攻模式 風味的一個身高來講比較矮小 所以當他們在退防的時候 阿巴西如果啟動這個轉換快攻 對他們的防守來講是非常的吃虧的 哇 又是個轉換快攻攻擊 特歷斯給謝亞軒第一些美景 在艾德進攻籃板補進兩分 他球員其實都已經有很明顯的一個往前跑了 其實前面已經沒有雲豹的一個防守球員 艾德掉到籃下的魏佳浩沒進 哇 泰龍飛進來 是 虎扣冠進 艾德的外線進了 五分差的比賽 第二節下三分十五秒 雲豹在第二節得分效率明顯下 對 賀魯馬面對泰龍 泰龍傳出來 特歷斯給黃鴻翰在湖頂三分球 進 特攻第二節的三分球 手感逐漸回溫了 沒錯 應該是魏家豪的身上 所以目前艾德示範圍 他目前仍然在場上 艾德在籃下 偶射沒進 這也就是為什麼 Custens在進去做真的一個威脅力 當他站在旁邊的時候 其實要去進攻上籃的球員 其實就會感受到一些影響 會不會擔心到Custens的斜防 或他的火鍋的一個封阻 這一節其實 剛剛前幾次的進攻 在特攻上面 其實也有看到他們一直 想要改變自己的進攻模式 去往禁區去攻擊 籃下 黃鴻翰選擇攻射 沒有 艾德在籃下 然後球再打 還是沒有 從球都不進 可能到第四波才進 今天的命中率真的是 調整到自己的一個狀態 那我覺得在後續的比賽 剩下大概十五分鐘的時間 其實才大有可為的 外線 哇 投進了 三分球的是謝亞軒 現在如果能夠把命中率趕快提升 其實都還來得及啊 對 給特攻在防守上面 在進攻上面 有很大的一個威脅 也降低他們整體的一個命中率 也降低他們整體的一個命中率 雲爆連續兩波都是輸入收場 需要把握這樣的一個快攻的機會 哇 謝亞軒 精算in1 製造了高經緯的犯規 是 得亮眼的發揮 現在Custens回到場上 高經緯回到場上 一板球 給到籃下的艾德 對 進攻籃板上面 沒有太多的人 可以去做衝槍的動作 也讓 勇風雲爆 抓了防守籃板之後 發動了很多的轉彎快攻的機會 這也是第三節 為什麼分數會被拉開的主要原因 柯麗絲的勾射得分 這是他擅長的得分手段 之後其實他在打球上面 其實也可以相對來講 比較輕鬆 對 豪爾上一季來的時候 真的自己要運球 然後又要外線又要內線 真的很累 對 25分差 雲爆持續保有非常大幅度的領先 對 對 我覺得特工在剩下的這個八分多的時間 其實也可以去趕快去做一些調整 怎麼樣去修正自己的一個進通狀態 因為畢竟之後還會都有 還會有在對戰的一個狀況 那怎麼樣去修正現在這一場 所前面所做不好的地方 瑞蓮絲 傳出來 克羅馬現在回到場上 這球要調給克羅馬的時候被抄走 艾德過人 挑籃沒有 這球 球波打出來 劉仁豪拿到 再給到阿巴西外線發射 沒進 今天的民眾率真的非常非常的低 太慘了 對 艾德在籃下 反攻得分 太神奇了 轉換過來 謝亞軒切入 上籃得分 這是非常近的一個數據 唯一比較可以挑剔就是他的五個失誤 對 除此之外 其實他基本上是無懈可擊 沒錯 而且還有一些隱形的數據 在球場上 在防守端給對手的一個 喝阻力喔 讓對手沒辦法輕易的切入去進去 去做攻擊喔 一層四三層三左右 真的很低迷 對 威廉斯今天毛起來頭喔 泰龍 自己殺到籃框底下 兩分要到 最後兩分鐘的比賽時間 這種範圍拉到很大 那這樣子 克羅馬或者是威廉斯 甚至是蔣燕燕等等 都會有更多的一個切入的一個空間 去做進攻啊 正為了拋頭沒進 今天Cousins他的三分球是九頭五中 五成五六命中率 跟昨天七頭一中是有天壤級別 這場比賽最後也要畫下句點了 台北永鋒雲爆中場 105比85 20分差 擊敗了聯盟的龍頭 由新北中性特攻 台北永鋒雲爆拿下勝利 他們賽季的戰績來到十勝四敗 那目前是超越了新北中性特攻 特攻輸球之後變成十勝五敗 所以呢 雲爆是能夠在整個勝率上面 是登上聯盟第一的位置 這對雲爆來說 這個週末 迎來Cousins的兩場的比賽 都拿下勝利 特別是擊敗特攻的這一場 別具異議 突然被下勝利 然後被下勝利 再記下,通常受到綵狂方式 潮沼雲爆十秒 1個分為 3個分為 4個分為 4個分為